我们今天要call out防疫英雄 知道我们中广最近办了一些活动 可以感谢你心目中的防疫英雄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提供资讯的是谢玉珠 谢玉珠他要感谢一位防疫英雄 这位防疫英雄叫做蓝慧如 蓝慧如是大树连锁药局的中立环东店的店长 也就是在前一阵子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知道从一开始有口罩抢到没口罩 没口罩又抢到有口罩 然后大家都把所有的气出在 出在这个帮大家分送口罩的 这个药局的店长的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直接call out 直接call out蓝慧如小姐 喂喂喂 有有有 蓝慧如小姐我是王瑞瑶 你好 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你现在工作的地点是在 中立大树连锁药局 环东店的店长 对不对 对 你辛苦了 不会不会 大家都辛苦了 你有负责分送口罩吗 都会啊 我们都会 讲一下你的心情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药局的话 对于口罩的心情应该有如坐云霄飞车吧 心情来讲的话其实都真的是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是真的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 对啊 就是很多小细节啊 比方说可能要帮分装啊或者是要消毒啊那些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蛮琐碎的啦 对啊 其实做的事情很琐碎啦 可是大家都看不到 因为其实消费者来到你这边就是把健保卡录给你嘛 对不对 你就要给他他订的这些口罩 可是现在早期是这样子 辛苦也是都吞到肚子里面 可是我很好奇啦 我很好奇是这些分装的人士的费用 还有分装的这些物资都是自己吸收吗 都有公司那边负责 所以等于是大家都一起对不对 一起把这些东西分担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口罩大家都在抢有颜色的对不对 对啊 你们家有吗 有颜色的吗 我们家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没有什么特殊的部分 所以你们没有红尘黄绿蓝电子黑 没有耶 迷彩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对啊 所以你的心情应该是百感交集吧 现在其实口罩已经很充裕了对不对 对啊 其实够用就OK啦 对 还有啦 你会对于彩色口罩这件事情有想法吗 你自己有戴彩色口罩吗 我们没有耶 我们自己都觉得有口罩其实就可以了 对啊 我自己的态度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鼓吹彩色口罩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口罩应该有它最基本的功能 对不对 对啊 有就应该很开心了 蓝小姐我们要赶快感谢你 我们要送你蜜蜂工坊提供的顶级巴西雨林 绿蜂胶滴记 希望在中秋节的时候 你也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当作是一份好好的礼物送给你啦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